好 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那今天呢我们进入155课 关于祷告的第21讲 定时的祷告和祷告当中的坚人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 第20章50节到52节 这是20章的最后一部分 然后结束这个部分 就会开始讲到永恒的预定的问题 主导文 今天的内容是在主导文结束之后 上周我们已经做了主导文的总结 那主导文主要有什么功能呢 它是完备的完美的 完全的祷告的规范 那因此呢他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祷告的对象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号 祷告不是打空气 祷告不是自我冥想 祷告不是自言自语 祷告更不是自 这个自我暗示 现在的心理学 自我暗示 我可以我能行 祷告是分明 是向着第三者 向着他 我之外的另一位至高主 我们称之为父 因着基督的缘故 不单是因为他创造我们 更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在恩约里 我因着基督的缘故 他收养我为子 我称他为父 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信他名 几代他就是信他名的神 就赐给我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也像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一样 因为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引导的人 都是神的儿女 因此他们就从心里发出自然的呼求 这位上帝为阿爸父 所以祷告乃是向他祷告 所以祷告的基础 是站在基督的救恩 救赎的基础之上 在新的约里面 我和上帝之间 借着基督恢复的 那个新的关系里面 向他祷告 然后呢 其次呢 是告诉我们祷告的次序 我们应该先求什么 先求关乎上帝的荣耀 愿你的国家 愿你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旨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祷告不只是在这个时间的顺序上安排 我们先 而是这个是优先次序 一个祷告的人 内心当中所最在乎 最看重的 他一定是排在最先的 这个不是伪善者表面上 先谈一下教会的事情 神的事情 然后草草寥寥的一点带过 马上就进入到重点 为神的事情祷告只不过序论 然后重点是祷告自己的事情 心中所看重的是后面的 不是前面部分 不是这种 而是因为我们心中深深的知道 这些事情重要的 我们活着 如果偏离前面这三个祷告的话 我们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尊贵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意义 在乎我们追求这些 但是亚当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试图在神之外寻求 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我们看到 因着他一人愚昧的堕落 结果带来了全人类的这样的败坏 所以求的这个次序是优先次序 神的国 神的名 神的旨意 成为我们最看重 最宝贵的 祷告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义 也就是降服神的旨意 这个我们今天在后半部分也会谈到 然后第三 他也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 我们应该求什么 我们可以求什么 我们当在神的面前求什么 当然是求神的旨意 然后在神的旨意里面 也包括着 我们在地上实践神旨意的时候 我们的需要 我们所需用的灵魂和肉体的需要 包括我们面对我们的过犯 我们如何去寻求基督持续的赦罪的恩典 然后我们如何面对各种属灵征战的时候 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应该求的内容 你说发现所有 即便是求吃的 生活必须的 但是他心中还是有三个 前三个祷告 作为他内心当中最大的那个恋慕 最大的追求 还抓住他的心灵 以至于他求吃的也是为了神的名 神的国 神的旨意 赦罪就更不用说了 然后胜过试探也是为了实践神的旨意 去攻克己身 去战胜私欲 战胜仇敌的攻击 不至于陷入到罪恶当中 消极的是不至于落入罪恶 积极的是得胜罪恶 实践神的旨意 神的掌权 神的名字在我身上得到尊崇 神的荣耀 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得以恒通等等 那当然还包括祷告的意识 那个我们 我们 我 我们 愿人都尊敬的名为圣 我们 我们这种共同体 这种公共的意识 我们也讲到了 祷告不能 愿祷告只想着自己的需要 就像那些异教徒 拜偶像的人一样 他们心中所抓住的 催促他们来到庙中 殿雨面前 献祭 烧香 屈膝的原因 就是他们自己的私欲 他们不关心神明 他们所关心的就是 如何 哄着 贿赂 支配 操纵 神明来达成自己的效用 这个我们后半部分也会谈到 所以 只是专注自己的需要 而不关乎神明的指引 更不关乎别人 但是基督徒祷告是 虽然为自己祷告 但是一种公共的意识 不单在聚会当中 公共的这种 公道 在私人祷告当中 也是想到神的国 神的教会 想到我们所属的地方教会 想到神 神恩约的百姓的整体 不仅如此 还告诉我们祷告的态度 在恐惧战惊当中 因为我们来到的是 圣洁的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谨慎脚步 谨慎言语 不能轻易开口 肆意地在神的面前 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第二我们要坦然无惧 所以这两个要平衡 敬畏让我们谨慎 保持对神应该有的敬畏 惧怕 另一方面放胆是不至于让我们放肆 有了敬畏作为基本的调子 我们就不会因着神的爱 我们就把他的爱和恩当中放纵的机会 在神的面前耍赖皮 以至于失去对他的敬畏 误解他的爱 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放肆随意 所以祷告是礼拜 在神的面前要慎重言语 然后庄重的 信靠的 坦然的靠着基督 我们是他的儿女 坦然的来到他面前 但是又保持适当的敬畏 去向他 恭敬的去向他 请愿 去求 所以敬畏的心 坦然无惧的心 信靠的心 然后包括那种谦卑啊等等 那种公共的态度等等 进入到今天呢 加尔牧师又提到了一个 另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特定时间祷告的问题 他谈到了这种必要性 为什么要用这种特定的时间祷告 为什么需要这种特定时间祷告呢 原因是 第一我们的软弱 我们是软弱的 虽然圣经前面加尔牧师也教导了 我们应该实时保持警醒 常常横切祷告 上帝教导我们是不住的祷告 横切的祷告 但是问题是 谁能够时时刻刻保持警醒 保持着一种礼拜的态度 保持随时一种神临在的那种意识 在神面前的那种意识 带着这种意识 心灵时辰仰望 随时随地与神交通 然后去过生活呢 这种生活当然是理想的 但是因着我们的软弱 往往是做不到 所以为了我们的软弱 他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方式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其中一个就是在特定的时间 让我们去祷告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迟钝 因为迟钝所有就懒惰 所以对神的旨意麻木 然后明白了神的旨意 也迟言反应迟钝 所以上帝常常刺激我们 激励我们 所以这两个软弱是我们 每个基督徒要时刻 一生当中去对付的 如果大家留意的话 发现加尔文牧师 常常提到人的软弱 也常常警惧人的迟钝 总是谈到人的迟钝 所以上帝用各种方法 来让我们保持这种警醒 因此就需要这种特定的 祷告的时间 以至于让我们不至于忽视祷告 这是前选的 要义的内容 虽然前文已经在七节和二十七节 等等已经谈到了 我们的心应该一直仰望神 并且不住祷告 但是由于我们的软弱 需要帮助 我们的迟钝需要刺激 因此我们需要为着操练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警醒 需要这样的特别的时间 绝不可以没有祷告 就度过这段时间 并且祷告的时候要投入全身心的 专注的去祷告 所以我们需要定时的那样的祷告 之前我也跟大家谈到聚会的事情 上帝为什么设立聚会 不是出于律法主义的考虑 是考虑到教会的益处 考虑到我们的需要 因为我们软弱 每一天礼拜当然好 理想的就是每一天礼拜 随时随地想到 以马内里的神 随时在神的面前 以敬拜的态度去生活 但是问题是 在地上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因此上帝为了我们 考虑到我们软弱 特定规定 让我们去主日礼拜 包括地方教会安排的周三周五的礼拜 那都是为了信徒的益处 这些礼拜不是为了成为信徒的累赘包袱 那些愚蠢的信徒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所以他们会觉得礼拜是 是累赘 那些他爱世界根本不爱主 也不认识主的人 他们认为每一次献出时间 的时间 礼拜的时间是拦阻 他们放纵奔跑世俗 享乐之路的最大的绊脚石 因此聚会对于他们来说是累赘 而那些真正可慕主的灵魂 不管有多少 每一次的聚会却成为 他们能够静下来 坐下来 可以暂时把所有的禅类 他的事物放在一边 使他集中在神的面前 重新得力 领受神的恩典 去思想神的恩典 让他的身心灵 得到恢复的世界 所以所有的聚会也好 特定时间祷告也好 上帝并不是说 他是一个吃 需要靠着他的百姓的香火 维持的那种软弱虚无的神 他乃要施恩给他的百姓 他固然渴望 他的百姓时刻与他 像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 常常与他亲近 从他那里得到丰盛的恩典的供应 另一方面他也考虑到他百姓的软弱 所以定了这样的制度 并不是牢笼 而是为了让我们来到他面前享受这样的祝福 所以考虑到了这样的定胆的时间 那特定的时间都能有哪些呢 加尔文牧师就罗列了一些 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什么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日最宝贵的时间在于晨 所以早晨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现在基本上都被刷手机 给这个看手机给占据了 起来的时候 开始就算你看看手机 看看时间闹钟或者确认新闻 但是跪下来 在下床洗漱之前 简短的也好 真心的也好 开始祷告 这样的操练自己的敬畏 能够到教会参加成功祷告 这是最棒的了 这样的时间是需要的 不是宗教的规条 是因为我们软弱的需要 第二 在开始一天工作之前 比如吃完了饭 准备出发上班之前 出门之前 为着这一天祷告 求助引导 这一天的学习 这一天的侍奉 这一天的工作 祷告很好 养成这种习惯 然后再就是餐前 等候食物的时候 可能就是只去餐厅 或者是像 加尔文那个时代 一般家里面的妻子 到厨房准备 然后那个丈夫 孩子在那等着 他端上来等等 现在呢 我们基本上不是那样 差不多也是那样 自己家坐 但是很少人是先坐在桌子那里 等一般端上来 然后聚在一起 不管怎么样 在吃之前 安静下来去 祷告是非常有益的 不只是谢饭等等 所以特定的这样的时间 去祷告 然后因着上帝的祝福 享受了这样的一切的祝福之后 餐后的祷告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回家的时候 下班回家之前 不只是为路途 为这一天蒙生保守 那包括睡前 在床头的这样的祷告 都是有益的 就是规定下来 一些特定的时间去祷告 当然避免律法主义 所以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提到了这样好的建议 这是操练我们 其实以前的传统的教会 虽然我常常去批判传统 但是并不是愚蠢到一定程度 所有的传统都批判 我只是批判传统当中 一些需要纠正的 老一辈的错误的教导 老一辈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 但是老一辈里面 也有一些优良的传统 一些做法 虽然不是明确有圣经的规定 但是却是非常智慧的 比如说规定 不单独和异性 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比如说什么乘车的时候 甚至开车都不带着 姐妹单独去探访 或者说甚至什么 搭个遍路 甚至我听到有的主人牧师 甚至下雨的时候 那个劝势 其实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残忍 让他打车自己走 就是不带着他 下着雨 其实带一下送到家里多有人格 多么有爱心 但是残忍的就把他放在那里 让他自己打车走 有的时候看着很残忍 但是都是基本的一些 幕会的智慧 如果这些线不守着的话 这种安全的 这种设定的保护装置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人一瞬间就跌倒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平时可能不会有那种事情 但是瞬间可能会就在 撒旦可能借着我们这样的机会 不警觉的时候 结果就会攻击我们 所以设定一些安全距离 装置 不但不会拉远我们和弟兄姐妹 或者这样的距离 但是却能保护我们 类似这样的看似好像 没有圣经明确吩咐的这样的规定 规定 但是却是非常智慧有益的 那今天这个祷告也一样 什么饭前祷告 好像看圣经没有教导 但是圣经却教导们随时祷告 那这种定点祷告 实际上是幕会性的劝勉 是非常有智慧 对我们有益的 比起随时不住祷告 那有个特定的时间 祷告 这是对我们软弱和迟钝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虽然好 家尔武牧师又提醒我们 不要避免迷信 为了避免迷信 什么呢 好像似乎那个特定的时间 具有什么神圣性 就像有些基督徒 喜欢到教堂里祷告的时候 在讲台前祷告 不是因为那个讲台 那个地方什么神圣 不是因为冲着十字架 什么祷告更灵验 避免这种错误的迷信 好像某个特定的时间祷告 更有效果一样 就像一些神明 在什么八月十五 初一十五 特别有什么果效 特别灵验一样 什么月圆之夜等等 类似于这样的 不是的 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祷告 不是因为那个时间才圣洁 那个圣洁不是因为时间本身 因为我分别出来那个时间去祷告 所以它成为圣洁 但是不意味着我在那个时间祷告 治完了之后 其他的时间可以撒花的 然后忘记神 好像又回到一种 没有神的那种光景 不是那个意思 好像特别在那个祷告完了 履行了义务了 OK完成义务了 好了 神就放在一边 神呢 我今天完成义务了 这个时间完成义务 然后就一种忘记神 不思念神的那种生活方式 就平时的祷告就不祷告了 不是这样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迷信的 在特定的时间祷告了 然后就平时就 那个区间里不祷告 不是这样 然后也不要以为其他的时间 就不需要祷告了 反正我已经祷告完了 然后就自欺欺人的 以为可以放心的去生活了 然后过着一种不记念神 忘记神的生活 现代基督徒最大的难处 就是在生活当中 常常把神丢掉 在处理一般事物的时候 根本不考虑神 在他们决定判断的时候 不考虑神 然后也缺乏那种 在神面前的那种意识 甚至有的时候 更可怜的时候 连聚会的时间都忘了 这样的人 这个时代是非常荒凉的时代 所以脱离那种迷信 脱离这种迷信 不但要脱离迷信 而且要把这种定时的祷告 视为一种很好的训练 借着这个来操练我们 激励我们的软弱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定了一些祷告的时间 养成习惯 只要你不是行事的 其实比起昏和恶 稀里糊涂 一天都想不起来神 那样的过生活 的确是有益的 阶段性的 早晨起来 下意识的这样的去祷告 然后饭前祷告 上班之前祷告 然后甚至到了单位 或者到了学校祷告 然后下了班等等 中午饭当然又祷告 对不对 下了班又祷告 回到家又祷告等等 这样的话 其实在操练我们 就不断的去纪念神 然后当你祷告的时候 至少你来到神的面前 那个是一瞬间 你的心灵就 专注于神 然后光照 悔改也好 交托也好 感恩也好 祈求也好 然后他会激励我们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去面对 各种试探 各种繁忙的 劳苦的生活 使我们的心灵 这样间歇性的 来到神的面前 对我们是有益的 所以当我们 自己或别人 遭遇患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 为自己或为别人祷告 遇到患难的时候 有压力吗 我自己遇到患难的时候 本性上也来求告神 对不对 很多基督徒是 平时没有事的时候 是想不起神 一有事了 就开始找神 这是所有人的本性 连非基督徒也一样 平安的时候 都想不起来神 有事的时候 就开始到处去烧香拜佛 遭遇患难的时候 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危机感 自己的无能 自己的软弱 来到神的面前求告 这是所有人的本能 基督徒更是如此 所以在患难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 其实上帝有的时候 就可以借着这种患难 来呼召我们去转向神 发现一些儿女 走得太远了 所以上帝就兴起 各样的环境 为的是刺激他 就像那个真言书里面 那个刺棒 那个针棒 去刺痛那个罪汉的腿一样 刺痛那个懒汉一样 去激励他 让他动起来 所以上帝有的时候 会兴起一些环境 允许一些 令我们感到困惑的 这样的事情 临到我们 使我们感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他 不但如此 当我们自己或者别人 伸出顺境的时候 一切平安的时候 蒙恩的时候 顺境的时候 我们应该学习感恩 所算神的恩典 但是问题是 往往人的本性 就是在平安当中 常常安逸懈怠 平安的时候 想不起来感恩神 患难当中 得拯救之后 可能会感恩 但是一切如此平常 呼吸的空气 一切来得这么自然 我们就觉得 是理所当然的 很少有人 为着这些事情感恩 所以应该 在任何环境当中 无论是逆境也好 顺境也好 都应该时常的 在神的面前 以祷告的去生活 无论是信靠求告 还是感恩 感谢 赞美 都应该这样 但是呢 在祷告的时候 加尔吴牧师又提醒我们 要避免限制神 这个是非常值得提醒的 限制好像 特别是时间上 上帝啊 你当场必须 给你时间一周之内 你要如何如何 不足如何 等等 这种愚蠢的 异教徒是祷告啊 限制神 给神最后的通牒 给神的时间 在什么什么时间内 必须给我做 好像上帝就是我们 满足我们私欲的 这个服务生 waiter似的啊 好像是供我们 满足我们私欲的 那个阿拉神灯一样啊 这个神灯里的神明一样 随意的支配 吩咐他 他是我们私欲的使者 是我们满足我们私欲的仆人 然后我们就限定他时间 必须的来满足哈 然后地点啊 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在哪个地方 给我这样成就吧 然后方式 甚至按照什么什么方式 来 来做哈 这个不是信心啊 在这里我穿插一下 之前我也跟大家提过 韩国有一个牧师 非常有名 也实得人尊敬的牧师 就是赵荣基牧师 在那个时代呢 虽然他是灵恩派的 在那个时代呢 在韩国教会兴起了很多仆人 其中一个就是赵荣基牧师啊 当然他有一些神学 我们需要探讨 特别是他的四度空间 那个书的时候 里面就教导了一种祷告 所谓的孕育哈 那这里面 他是结合了新纪元思想 冥想 或者是用韩文的这个 直译的叫观像祷告哈 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要想象 一开始是草图 越具体也好 不要笼统 不要笼统 这个方面 的确是有重要的提醒 但是他就根据自己的经历 经历讲了这个事情 然后根据他的经历 然后他就把这个变成模式化 然后又写成书教导人 一定要具体祷告哈 所以祷告的时候 要求椅子的时候 要多高的 什么样子的 什么颜色的 凳子什么样子 自行车什么样的 然后你求弟兄的时候 你没有 没有这个对象的这个姐妹啊 没有对象的弟兄啊 你要求配偶的时候 你要求具体的身高 体型 单眼皮 双眼皮 瘦肉型 还是那个 这个什么型 具体讲哈 结果呢 他说什么 如果不这样祷告 其实就不是信心哈 那很多基督徒读了这样的 因为他翻译成中文版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听了 他的建筑 大受感动 听了他的教导 也不加思索的就应用哈 其实在圣经里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根据哈 上帝让我们凭着信心祷告 不是让我们去限定神 我们下达了一个出货单子 上帝在仓库里必须照着办 照着我们下单子 去跟我们照办 上帝哪是那样的上帝啊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所愿的 当然可以成名给上帝 但是你没有资格 也不应该去让上帝 必须照着我所愿的 去照单全收的给我应答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样的人更适合我们 我们固然有权利 喜欢什么样的人 但是真正谈到结婚的事情 不光是喜欢的问题 和你结婚的人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上帝对婚姻的旨意是什么 不管是两个人对撇子 幸福开心的问题 上帝是透过婚姻成就他的旨意 其中有一个就是成圣 两个人互相成全的这个功用 两个不同类型的人 甚至很多习惯观念不同 当然至少三观要同 然后等等这样磨合的时候 价值观信仰要相同 彼此磨合的 当然是性别上不能相同 然后这样的磨合的时候 达成彼此谦让 彼此饶恕 彼此包容 彼此成长 最后都能够成人的这样的目的 其中是很重要的 救恩论的这样的目的 所以呢 很多不知道自己的人 因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就求了一些 其实不适合自己 也自己不配拥有的那样的人 结果天天在求 以为那是信心 天天在凭着信心宣告 凭着信心等待 忍耐 我也讲了国内有一个姐妹 这样的经历 当然她现在已经结婚了 和她原初祷告的那个根本不靠别 所以所有听见这样的见证的 大家不要 哇 真有信心 其实是非常愚蠢的祷告 有的时候 上帝硬打你是怜悯你 待会我们会讲 有的时候这样的祷告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不要把它当作信心的祷告 限制神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 更何况这种祷告的精神 是根本跟祷告的精神是相笨的 相悖的 和上帝吩咐的祷告的旨意是相悖的 所以一个人不考虑神的旨意 上帝给我配什么样的是合适的 上帝在我婚姻争的计划是什么样 上帝要给我配的是什么样的 而不考虑这个 只考虑我喜欢什么 我想要什么 这个根本不是祷告 拜偶像 亵渎神 所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听了这个 真有信心 根本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的人 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在国内就遇到很多这样热心的姐妹 当时就为他们感到很悲叹 又不好意思说什么 看那个样子也不想听你说什么 那样子 所以我也没劝勉他们 但是后来都很惨 很惨 后来自己祷告的题目也抛弃了 然后找了不信主的 最终还是追随他们 他们列的那个表背后的那个真我 他们列那个表就是私欲 实际上是追随自己 虽然是按照信仰的一些标准立了 但是最后那个不成就的时候抛弃了 去找 还是追随他们自己的私欲 去找了不信主的 条件好的 工作好的 经济好的 等等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对神的亵渎 限制神 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什么方式 什么内容 上帝你必须成就 那个不是祷告 命令神 支配神 那不是祷告 也不是敬拜 在一切的祷告当中 我们必须谨慎 想要限制神 出于某种境地 也不可以指定 他的行动的时间 地点或方式 同样 主导我也教导 不可为神 立下任何法则和强制 强加的任何条件 而是完全由神自己决定 他认为最好的工作方式 时间地点 我们的意志 应该降伏在神的旨意之下 就像我们约束自己的意志 不敢妄图 给神定下律法 而尊他为最高的统治者 和决定者 所以称他为主 我们基本的要道都知道 万有都是他所造的 万有也是借着他所维系的 一切都要照着他的旨意成就的 这些异教徒不知道 非基督徒不知道 因为他们都是死人瞎眼的 这些基督徒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执意 让上帝成就自己的意愿 却不顾及神的旨意呢 这是今天范福音派里面 很多讲台里面 所教导的信心 都是类似的 跟圣经没关系的 跟福音的原理是没关系的 跟异教的那种 祈福式的信仰 成功神学是很接近的 所以祷告的精神 重要的是神的旨意 成就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愿你的国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人都尊你的名为 愿你的国降临 这也是主耶稣基督 亲自做的范例 主啊我来了 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 然后他亲自践行 他所遵从的宗旨 直到死为止 在科西玛尼恩的时候 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这是祷告的最高经济和精髓 乃是寻求神的旨意 深深感到恐惧 按着他的人性 他知道他要承担什么 但是他深深感到惧怕 恐惧的时候 他所以来祷告吗 祷告的时候 不是求撤去这个被 摆平前面的道路 另辟蹊径 他一开始虽然那么祷告 但是马上就抛弃这种想法 将自己的意志 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 不要照我的意思 哪要照你的意思 这就是祷告的精髓 顺服的态度 寻求神的旨意 让自己的肉体 降服于圣灵的引导 和神的旨意之下 而不是寻求自己心中 所执着的 那个目标和 那个list 那个目标订货单子 丢给神 让神出货的时候 按照你的旨意 去成就 所以在特定的时间 祷告的时候 要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警戒 就是不要限定神 支配神 操纵神 而是带着顺服 神旨意的这样的态度 不然的话 祷告就不可能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祷告 在这样的前提下 顺从神旨意 寻求神旨意的前提下 加入牧师 劝我们要 横切祷告 如果我们这样 顺服神的旨意 顺服祂的 护理的法则之下 就不费力气的 可以学会 横切祷告的 这个功课 并且会抑制 我们自己的愿望 忍耐地去等候主 确信神 虽然没有显现 自己 但祂一直在 与我们同在 并且 在他认为 合适的时候 表明他 绝不 绝非不听 我们的祷告 尽管在人看来 这些祷告 似乎是未蒙垂天 前面说 尊重神 顺服神的旨意 不要限定 时间 地点 方式 所以在祷告当中 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 主啊 我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愿你的旨意 成就的时候 成就的方式 时间也愿意你 我相信神 有祂的美好的旨意 所以在 降服在神的主权 护理之下 忍耐着 祷告 直到应答的时候 所以他能 能够盼望 带着这样的盼望的时候 又能医治 自己内心思欲的冲动 不至于被自己的思欲 冲昏头脑 以至于急躁的 上帝为什么不垂听我 上帝为什么不那样 上帝为什么这样 然后好像上帝不 然后就跟上帝 置气 而是反而是 在信心当中忍耐着 等候主 虽然他没有 即刻向我们显现 虽然他 没有照着我们所 喜悦的方式 来显明 好像没有与我们同在 好像没有听我们祷告 但是一直可以 忍耐着 这是横切 祷告的精神 带着顺从 和信靠的态度 在上帝 看似没有应答的情况下 仍然坚忍着 忍耐 要指就是神的旨意 要指也是我的意志 我的意愿 降服于神的旨意 因此呢 在等候神旨意成就的事情上 忍耐 能够忍耐 那些心骄气躁的 渴望得到自己内心所 奢望的那些欲望的人呢 是不可能忍耐的 在自己觉得 巴不得马上兑现的 知父神的这个 兑现这个事情的事情上 绝对不会有热心 这是我们肉体的特性 人里面的很多的欲望 带来的冲动 它是没有办法忍耐的 撒旦的激动 人的欲望的冲动 和圣灵的感动是不同的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不能忍耐的 人里面 要想拥有什么的时候 巴不得马上就得到 基本上都是出于肉体 它没有办法等待 所以当我们将自己意愿 降附在神的旨意之下的时候 这本身其实就是在 成圣的过程 圣化的过程 克制我自己的欲望 舍己 背试着架 否定自己 愿意降附着神 旨意的面前 愿意做神的儿女 听命顺从 愿意做神的仆人 照着主的旨意行 这样的态度 才能自然而然的 在尚未兑现 没有回应 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能够相信神的旨意 必定成就 去忍耐等候 这种忍耐是离不开 信心和谦卑顺服 忍耐不是咬牙切齿 也不是天天靠着宣告 去催眠自己 自我暗示 去让自己继续持守下去 那种能量越大 越不是信心 反而是温柔的 默默的降附在神的面前 愿主的旨意成就 等候神的旨意 寻求神的旨意 在这件事情上 求神应答 那种忍耐是出于圣灵 不是出于我们肉体 天然的本性 所以祷告本身 如果好的 对的祷告的话 随着祷告越多 这个人也发生变化 异教徒的祷告 祈福式的祷告 越祷告越多 人的私欲越充满 人越变得骄傲 这就为什么很多 祷告多的人变得骄傲呢 不祷告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被自己的肉体的欲望都充满了 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克制自己的肉体 因为不祷告的缘故 根本谈不上舍己 因为不祷告的缘故 所有不祷告的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很好的顺服神的旨意和 克制自己肉体的 这是必然的 那那些祷告的人 为什么骄傲 不像耶稣呢 原因就是里面的我太大了 每一次来到神的命 都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只是报备 让上帝去成就 递给上帝一些货单子 让上帝去照单 全收 去照办而已 吩咐上帝 所谓的他认为的信心 不是有自己愿望 沉迷在神的愿主的旨意 如果我求得错了 愿意接受神的纠正 照着神的旨意那样的态度 温柔的 降服的 去忍耐等候 而是吩咐神 如果神在任何时候 并没有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 那么这是我们的安慰 将我们不治变得软弱和绝望 好像有些凭自己热心求告神的人 神若没有立即回应他们 没有立刻给他们的帮助 他们就马上以为神向他们发怒 于是抛弃一切的盼望 不再求告神 祷告不得到 应答 上帝不爱我了 那种态度 那种心思 那种精神状态 完全都不对 求了 一看不给了 马上翻脸 跟中国很多的基督徒 类似 我遇到很多这样的 牧师 你那个什么 讲道有没有文字稿 我说没有 有的时候是没有 有的时候对不起 因为这个文稿我不分享 马上就翻脸 听着我的讲道 然后竟然跟我翻脸 感谢主有恩典 然后马上翻脸 你能理解这种心理吗 听了讲道 常常听讲道 却不尊重这个讲道人 蔑视他 随意的就蔑视他 这种心理是很复杂的 可见这种人听到不是领受恩典 听到是利用这个人 获取他所获取不到的情报 一旦达到目的了 他可以随意把那人丢掉 都是那种功利的 因此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他马上翻脸 为什么他里面最核心的是他自己 所以感谢上帝给我很多敏锐的东西 以前信主之前 无聊的时候跟大家讲 坐在我哥哥的那个商店里面 外面去观察路过的人 观察这个每一客人他的言谈举止 当时是太郁闷了 没意思自己娱乐自己 但是那种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 幕会以后 工作以后 幕会以后见了人多了 当然这个就见怪不怪了 更何况神学对人奔习的很透 再加上经验有很多是真的有意思 一开始对一些现象 因为没见过 感到惊讶 很愤怒 很生气 后来渐渐的多了 这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原来是这样 你能理解听一个人的讲道 竟然对这个人藐视吗 这是不可理喻的一种心理 除非他是 不是正常的听到 而是利用 去只是获取信息 这种获取信息的种 这种去收集情报 满足自己贪婪的心的心理 才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 当你满足不了他的欲望的时候 他就马上就不高兴 愤怒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答案 所以他们带着神的面前 神给 不给的时候 他们就急躁 然后愤怒翻脸 上帝不爱我了 甩耙子 就转脸 就翻脸 就离开神了 不来教会了 上帝不爱我 那么奉献 那么祷告 不听我的 然后甩耙子就走了 他里面没有丝毫 对神的尊敬和敬畏 只不过是暂时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好像很谦卑的 好像悔改的样子 在神的面前迫切祷告 有信心的样子 其实跟爬着上庙去 共为了医治自己 这个瘫痪的丈夫 瘫痪的孩子的人一样 甚至还不如他们 那些人心里面 稍微有点敬畏 但这些人的里面 充满了自私的欲望 想着都是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一旦不满足 马上就翻脸 都是些奸商 做生意的人 看见没有益处了 马上就 不说过河拆桥 直接就翻脸 相当爱憎分明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形形色色的 所谓的礼拜 其实背后都是一些 丑陋的贪婪的 罪人的欲望 恰恰相反 我们却应该 心平气和地 继续存着盼望 按照圣经特别的吩咐 恒切的祷告 上帝 圣经里面特别叫做 恒切的祷告 保罗也讲了很多 在诗篇中 常常看到大卫和其他信徒 当他们祷告 几乎疲倦的时候 求告神 而言耳不听的时候 仿佛他们在 击打空气时 像空气假话一样 仍然不停止祷告 因为除非我们对道的信心 超越一切现象 否则我们就没有给予神道和义的权威 我们能够忍耐祷告 不是因为我的意志有多强 不是我对那件事求的欲望有多强烈 乃是因为信心 而这个信心不是信念 我自己强烈的意志 信心是因为知道神的应许 借着神的道 对神他的属性和他的旨意的明白 所以我带着信靠 确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即便眼见的现象 告诉我一切 都是令我失望的 大山并没有一开 红海也没有分开 但是仍然能够在神的面前 祷告的原因就是 神他的属性和他信实的应许 这就是对神话语最高的尊从 尊敬 因为认定神的话语的权威 神说到做到 神说是就是 是凭着自己的五官的感觉 看见现象 信心和人的信念 和欲望机冲动带来的那种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 那种强烈的冲动 外表看似很相像 但是本质上却完全不同 信心可以坚韧 不是信心的 在急躁当中得不到回应之后 迅速就会抛弃 因为他们也没有持续维持 这种冲动的力量和基础 但是信心是扎根在神的话 神的话不便 持续去激励提醒 鼓励我们 哪怕我们灰心的时候 他也鼓励我们 提醒我们 使我们能坚持下去 欲望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撒旦以外 没有别的 但是撒旦也是激励我们一段时间 我们的欲望冲动一下 就像干柴烈火一样 烧的杂草的火一样 瞬间很旺 但瞬间也就化为灰烬 欲望就是这样 他没有持久性 所以在横切祷告的时候 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软弱和绝望 不凭自己的热心 反而是凭着对神的道的认识 基于神的道的信心的祷告 所以祷告当中 其实也是成圣的一个过程 如何克制我们肉体的欲望 克制我们的浮躁 不耐烦 这个本身其实 祷告本身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从某种层面来说 如果不对付我们自己 不制服我们自己 不驯服我们自己的话 其实很难做很好的成功的祷告 那种浮躁的心灵 来到教堂里面 坐在那的时候 心集中 平时就心很乱 没有操练过随时回归上帝面前那种心灵 心里面已经挤满了 那个盘根 根深蒂固的杂草和荆棘 石头 烂泥 挤住那样的土地 怎么能够成为好土地 随时就转向神 亲近神 毫无障碍地去呼求神呢 不需要花时间 甚至紧实去悔改 去对付我们的心灵 没有办法 真的静下来 无阻碍地去祷告神 匆匆忙忙地 扶皮撩草地祷告几句 也根本不关心 祷告蒙不蒙应答 反正做了祷告就自我满足了 这样的祷告 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礼拜 所以能够持续忍耐下去 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很多的东西 圣经学习教育学习 给我们指明方向 甚至在学习的过程中 神话语和圣灵的感化 鼓励我们 教导我们是什么 方向性 劝勉教导 因为我讲到里面 不但有教导 还有劝勉 劝勉的时候 就激励我们去实践 上帝会借着这样话语的宣讲 和真理的内容 和圣灵的感化 借着人的宣讲的时候 他激发我们去实践 但是听到的时候 精神恍惚 散漫 懒惰 根本不可目 甚至轻慢 这样的人 不太可能领受恩典 除非是上帝 特别的作为 一下子激 光照你 让你看到你的丑陋 悔改 我怎么能够在神那边 这样礼拜 不然的话一般恩从 一般的情况下 就像雅各说的 除去我们那些 心中的那些污秽和不解 彼得也教导了 耶稣基督也教导了 保罗也教导了 不存偏见 存清洁的心 领受所栽种的道的话 那个道不可能影响我们 天天求恩典 求恩典 但是从来没有很好的 为自己认认真正的听道 去预备心灵 去祷告过 这样的人礼拜 怎么能够得恩典 还是说特别的复兴的时候 上帝击倒那些 没有准备的人 悔改 那是特例 一般的时候 圣经里教导了无数 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做预备礼拜 旧约的武器也是那样 我们朝见神那种预备过程 准备祭物那个过程 朝圣的路上 所有的过程里面 充满了预备 哪有一个人匆匆忙忙来到神的面前 献礼拜的 在旧约这种情况下 肯定被击杀了 所以祷告本身 其实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训练 祷告失败的话 成圣基本不可能成功 对付自我 如果不在祷告当中对付自我 你在环境当中不太容易 否认自己降服 因为上帝借着外在的环境压榨我们的时候 最终带来的果效是 这个人谦卑下来 心灵破碎 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顺服 以至于达成我们内在更新的 效果 之前跟大家讲了 外在的压榨和内在感化 这两个是并行的 但是一个人不祷告成功的话 他不可能真的降服 最终的降服是 哪怕你站着 最终主啊 我知道我错了 这也是祷告 不一定非得跪在那 但是祷告 如果里面没有降服的话 这个人生活当中是不可能顺服神的 祷告中降服了 不一定都在现实当中顺服的 更何况祷告都没有降服 是不可能顺服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信心 知道神认识神 不明白神的话的人怎么信 你看到很多基督徒自以为信心 我这样祷告了 上帝应答了 我祷告的正好对上了 那个跟信心有关系吗 反而跟异教徒拜偶像的人一样 然后高兴的以为 感谢主上帝应答我祷告 应该悔改才是 何等狂妄的祷告 上帝因为你 后面会讲 因为你软弱到程度 经历不到上帝 让你尝到这样恩典 你以为那是信心 应该悔改 没有神真理 正确认识的基督教 就沦为异教 结果今天的教会 把那样的见证当做 最高级的见证 神与我同在的凭证 岂不知是上帝 怜悯我们信心软弱 偶尔给我们个糖果 让我们经历一下 真正的信心 是一定以神的话为基础的 没有神的话 为根据和指导规范的 我自以为是的那样的祷告 结果蒙伦应答还高兴地 把它当作一种自己属灵的 那种衡量的温度表呢 所以要指是什么呢 我们即刻的回应时候呢 是上帝安慰我们 祷告得到了应答 马上要安慰我们 这孩子太小了 鼓励鼓励他 兼顾他 免得他这个沮丧灰心的程度 没有即刻回应是 按照圣经的分复 要我们去忍耐 这反而是对青少年 成年人的要求 小孩子呢 哇一叫 马上就给他奶 奶嘴子就怼上 然后就开始喝奶 安静了 小孩子 刚信主的时候 心里想一想 神就吹听 刚信主的时候 一祷告就停 有的时候 连祷告对错都不知道 上帝就停 当然不违背 大原则的上帝 当然停了 对不对 但是成熟一定要程度的时候 还在这无理取闹 去祷告的话 上帝肯定会保持沉默 甚至不予回应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 忍耐 祷告 祷告发现 祷告不应答呢 我们也有 圣灵也有 甚至提醒我们 祷告方向转变的时候 然后最重要的是 对道的信心 正因为知道神的话 这种信靠神的话 对神的话的顺服 尾声 使我们超越一切的现象 哪怕现在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不是凭着眼界 乃是凭着信心 现象当中都在反对的时候 但是神说阿门 yes的时候 我们就要坚持 我们不是市场经济 根据市场的调查 得出的结果 我们才决定做还是不做 那不是基督教的原理 某些实践的时候 可以做调查 调查民意等等 但是一个教会 真正宣讲神的话 有的时候 不是启决于 会众 我们不是否认 这个圣灵在会众当中 做公的问题 一些不明白神话语的会众 他们的良心里面 能够做出什么 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这个需要怀疑 一些不属灵的人 不顺从神的人 大家一起查考圣经 明白神一起祷告 获得的感动投票 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没有信心 是没有办法超越环境的 追随的不是环境 市场 现象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该做什么 见风使舵 那不是基督教 世界告诉我们 应该做的事情多了 难道我们要跟随吗 信心是超越现象 哪怕现实当中再艰难 我们也可以持续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有神的道 作为基础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谈到了横切祷告的信息 但是要注意 这种祷告不能成为强求 我刚才也基本上谈到了 那种固执的持续的 执着自己的信念去硬要跟身摔跤 甚至紧实一天不行 两天三天四天 不行我就紧实一周 晚上一顿 紧实四十天 晚上一顿不吃 硬跟身摔跤 变 那个不是祷告的精神 也不是礼拜 不能强求 加尔牧师说 我再次强调 再次说 不要试探神 不要用强求惹他厌烦 激起他对我们的愤怒气 许多人同时 与神讨价还价 谈条件 要神遵从某些约定 仿佛神是 伺候他们贪欲的仆人一般 如果神不立刻听从他们 他们就愤慨 动怒 骚扰 抱怨 吵吵嚷嚷的 神因此就被冒犯 往往在愤怒中 应许这些人 注意 得应答了 不要高兴 有些荒命的祷告 得应答了 不要高兴 那些应答 不一定是成为祝福 反而成为咒诅 大家知道吗 在旷野里面 以色列百姓求吃肉的时候 为什么求吃肉 上帝已经供应他们水盒 随着他们的临潘石 上帝已经给他们粮食 每日降的玛纳 不种不收 不用自己的牢络 早晨出去捡就行了 白得的 神应许的食物 随着他们的贪欲 非要吃什么BBQ 烤乳哥 想吃肉 抱怨 哭哭喊喊的 跟摩西在那抱怨 最后上帝在愤怒当中 硬打他们 用东风吹来了鸟 是吧 结果他们在吃的时候 收取的时候 贪婪 补得超过他们的食量 堆在自己家里面 吃的肉的时候 连嚼没嚼烂 还没咽下去 甚至在他们鼻孔里面的时候 从鼻孔里面都冒出来 你说他们多么贪婪 那种光景 大家自己可以去脑补 那种精神状态 为了吃 就那副德行 那副吃相 上帝就让他们 刑罚他们 祷告得到应答 不一定是好事 关键是你祷告应答 是不是基于信心 基于不是你的信念 是基于上帝的应许神的话 所以越熟悉神的话的人 越明白哪些该求 哪些不该求 甚至有的时候 自己欲望很大 求着求着 自己就抛弃了 因为圣灵会提醒你 想起某些话 神的心意是什么 自己觉得原来不对 就放弃这样的情况 那最差的情况就是 自己脑子里面心中空空 每次圣经学习 每一次讲到不是打瞌睡 不是迟到 不是旷课 不是就什么见朋友 爽约 一年五十六五十八周 能坚持完整的来礼拜 要么礼拜的时候 这个前面序言的部分 也没听懂 三分旨意没听懂 后半部分也稀里糊涂的 再后半部分就打瞌睡 这样的人 你指望他明白神的旨意 去祷告 是几乎不可能的 那他们的个人 祷告生活 何等的荒废 失败 那就不用耳说了 对不对 那样的人 不明白神旨意的人 他们祷告的时候 他们用什么标准 去查验自己的祷告 是对的 是错的 那些 不留一听 耶和华律法的人 他们的祷告 也是令神所厌恶的 他们献上的祭 就像那些 异教徒献上的 动物的血一样 你想想 献给偶像 献的那种偶像 那何等的污秽 上帝说 你们献上的祭物 就献上的礼拜 在我面前 献上的祭物 就像 异教徒献上的 猪血一样 为什么 他们根本不留 异神的旨意 用圣经来看看 今天的教会吧 看看现在的 所谓的基督徒 复兴的教会 他们实际的信仰 到底信的是什么 一副繁荣的样子 好像充满双引号的 恩典的样子 很开心 傻傻的乐 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基督教 自己的光景如何 因为没有光 所以看不见黑暗 没有标准 也不知道自己对错 陶醉在那种 半辅音的宗教的活动里面 以为有平安喜乐 哪里有平安 有谁能够认认真真地 把神的话去宣讲出来 让这些愚谋的百姓 醒悟过来 至于那些愚蠢的百姓 听不听的是另一回事 但是有没有人真的去吹号 这是问题 我的百姓灭亡 是因为无知 对神无知 不是没有律法无知 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留意 不读 不听 不学习 圣经谁没有一两本 手机APP 这个随便下载 读了明白吗 通读圣经 读了真懂吗 懂了真实践吗 真的爱慕 愿意渴慕神的话 主要你的执意什么 你要求我的 不是要学习什么新旧约概论 晓得什么圣经 我修了科目 是我真的想 让神的话支配我的人生 主啊 你告诉我 我现在当下应该怎么做 你的执意什么 你教导我的 我都愿行 这种立志遵行神话里的人 你去读的时候 上帝要不给他亮光 让他明白 光照他的错误 指示他该走的路的话 那就奇怪了 心里连遵行都不想遵行 你读经只不过是为了 麻痹自己的心灵 基督徒不读经不行 然后为了换取内心的平安 读读经 心里好像有饱足感 问题是你饱足是饱足了 你读到了什么 明白了什么 怎么去实践 那个不关系 光平安就好了 那跟吸毒有什么关系 今天的基督教在变形 所以不要强求祷告的时候 像异教徒拜偶像一样 那种执着的强求 不是信心 越早放弃越好 但是真正 凭信心的忍耐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经过长久的期待 我们仍看不到祷告的结果 或者经验不到 任何议会的时候 艺术的时候 我们信心仍将 那么信心仍将我们 确信 使我们确信那些 感官察觉不到的事物 也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 最适合我们的 因为主常常肯定地 应许我们 我们全部的难处 一旦交托给祂 祂就必看顾 重点不是我们带着 多大的信念意志 详细的目录表丢给上帝 让上帝照办 重点是把你的心事 沉迷在上帝面前 结果是 相信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判断 上帝的旨意 有更好的 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他是主 我是仆 他一定对待这个事情 有他的计划之 比起执着我的要求 更愿意顺从父的旨意 忍耐等候他的旨意 这个是更智慧的 更属灵的 更成熟的基督徒的祷告 最适合我们的 他当然知道了 配偶 给我们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们 这样我们 这样 他就使我们 这个翻译我调整了 他就使我们 在贫穷中享有富足 虽然环境当中贫穷 但是我们可以 得到满足和富足 虽然在患难当中 我却得到安慰 环境没变 但是我却没有缺乏 有共赢 因为虽然我们凡事失败 神却永远不丢弃我们 追随神的旨意 表面看见 处处受挫 失败 但是评判的 最终是上帝 这个世代 你指望世代给我们 掌声 世代给我们发个奖状 辛苦了 那都是虚妄的 侍奉神的旨意 是所有基督徒 应该追求的 有的时候经验 感官都告诉我们 你是失败者 但是问题是 我做的是不是神的旨意 如果是神的旨意 最终判断由神来决定 神却永远不丢弃我们 且 他不能叫他子民的期待和忍耐 最终落空 他应许了 使那些心里依靠他 盼望他的人 绝不会羞愧 这是他的应许 那些等候他 也就是将自己交托给他旨意 寻求他的人 上帝一定不会让这些人羞愧 并且将来在审判 不会落空 我们单单在他自己 单单有他自己就够了 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多少认可 给我们多少回报和价值 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给的 也没什么价值 因为一切的善 都在他的里面 上帝的里面 上帝看为善的才是善 将来审判的日子 不是按照我自己 和世界的标准来评判 是按照那位至善的神 根据他的旨意 来判断 我说的话 我做的是 是不是忠心地 遵行他的旨意 结果是神的事情 忠心是上帝更看重的 做多大果效 那不是我们决定 我们尽自己的本分 至于我做的 是不是忠于上帝 上帝看的是那个 努力去传福音 每一个人信主 不是失败者 努力宣讲神的话 没人听 不是失败者 耶利米先知 活着的时候 有几个人听他讲道 以赛亚呢 仔细读 很多人 包括使徒保罗 有的学者说 使徒保罗 实际上是个失败者 你仔细去看 他所建立的教会 最后持续了多久 等等 有多少信徒等等 表面 一方面 我们看到他成功了 到处有的地方 虽然受到挫败 也有果子 但是最终 他的果效留了多少 很难判断 按住今天的来说 但是他忠心去做了 顺着神的基 带着期待去做了 但是上帝 没有让他看见 那个果效 固然他很挫败 但是能判断 他是个loser吗 是个失败者吗 不能 上帝的评价 和我们的评价不一样 上帝要求我们的忠心 甚至连成果 都不是我们 侍奉的目的 恐怕成果变成 我们坐享其成的偶像 神要求我们 他是定精于他 侍奉他 他所试的 我们就是 他让我们做的 我们去做 至于结果如何 那个不是我们 能够掌握和操心的事情 他的国度 清楚彰显的时候 将他的善 最终显明给我 最终我们都要来到基督台前 审判台前 善与恶都要审判 我们一生当中的 劳苦和果效 我们所说的 所做的 都要评价 如果基督徒 没有这种信仰的话 他没有办法过 真正境界的生活 当你遇到误解 患难的时候 走不下去 为什么 没有人掌声的时候 你就走不下去 没有人说你称赞的时候 你就侍奉不下去 没有鼓励 你就瘪茄子了 当现实告诉你 你是个失败者 当现实告诉你 一切都是走不通的时候 但神的旨意说 是的时候 你继续走的时候 那别人怎么评价你 你没有办法 根据感官去评价 但是将来有一天 上帝会按照 他的旨意去评价 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别人误解你的时候 你走不下去 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的时候 你看到事实都告诉你 没有果效的时候 你就做不下去 如果没有这样的盼望 和信心的话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或是不可能真的有一个 质的提升和真正意义的 讲的顺俗 而且我们看到 这种恒心祷告之后 上帝对我们的回应 也不一定照着 我们所期待的应答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此外 虽然神应用了我们祷告 却不一定总是 按照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 而是在明明让我们等候的时候 用奇妙的方式 证明我们的祷告 并非徒劳 祷告是我们的本分 寻求神的旨意是本分 至于上帝如何照着 他的时间 他的方式 他的地点 他的内容去回应我们 我们不知道 将最终如何判断 如何回应的事情交给主吧 这个总比我们 拿着一个小窝的 皱皱巴巴的纸条 密密麻麻 写的一些小目标 丢给神 让神成就那个小目标 上帝 要将更好的赐给我们 他的想法 永远比我们 更透 更远 更有远光 更有洞见 更智慧 更公益 更完全 你可以把你的需求 愿望抱给上帝 这叫做清新统一 交托给他 但是结果 一定要照着神的旨意 因为他的计划 可能比我们的目光 更远 更完全 更完备 所以有的时候 他应答超过 我们所求 所想 这也是正是 约翰所说的 我们若照着 他的旨意求什么 就无所不得着 这个话好像有点多一 上帝当然照着 他的旨意求 成就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求的人一定要 求在他的旨意里面 就必然得到应答 这是我们祷告 得应答的确据 你不要指望 脱离神的旨意 我相信神呢 垂听 那是自己的盲信 自信 那个根本不是 真正的信息 凭什么神应答你 除非你确信 你自己所祷告的是 照着神的旨意求 也就是说 即使神没有照着 我们祈求的成全 然而 他聆听 并喜悦我们的祷告 因此 我们基于神的道 指望 并不至于失望 即便上帝没有应答 我们照着 他的旨意求 这件事情本身 上帝说OK 咋了呢 忠心良善的仆人 求得好 即便没有应答你 这个本身也是 做着神喜悦的事 这就OK了 这个和功利式的 目的性的祷告 是不一样的 那最后呢 忍耐的益处是什么呢 信徒总是需要 有这样的忍耐 因为我们 他们如果不依靠 此忍耐 就不能长久站立 透过这种信心 等候忍耐 当中才能够 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甚至现实当中 常常告诉我们 一些负面的消息的时候 令我们绝望的时候 仍然能够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 是因为在信心里 在盼望里面忍耐 一方面 在同时也是在致死 救我的这个过程 因为主 借以考验和操练我们的 试炼是非常严格的 旧约里面说 顶为炼音 炉为炼金 唯有义恩华 熬炼人心 听起来就毛骨悚然 但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 像我们这样的罪人 上帝竟然用心去熬炼我们 为了成就真正的我 耶和华如同漂布的人 坐着要挑白他的百姓 耶和华如同野金者 坐下要炼净他的百姓 旧约里无数这样的话 听见 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盼望 如果上帝不留意 训练我们 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希望的 耶和华照着原样接纳我 狗屁从哪里得到那样的信息 照着原样接纳我们 我们是何等不堪的人 上帝要改变我们 变成他所期待的样式 我们这副德性能见神的面貌 上帝要改变我们 借着感化的同时 也是借着试炼 各种苦恋 熬炼我们 压榨我们 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 才能被破碎 我们所谓的自主 我们所谓的刚强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骄傲 才会崩溃瓦解 才能谦卑在神的面前 真正认识自己 愿意柔软下来 这个柔软已经是被上帝揉碎 压碎的 才能够被神捏造 塑造成神所期待的样式 正如哈纳 这个经过没有办法生育 又遇到这个同行竞争的 绩效耻辱的时候 内心受到了无数的痛苦 纵然丈夫疼他 爱他 安慰他 但是他心里面 无法扶平的那个羞耻 那个痛苦 来到神的面前 甚至都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微微地在心里面 默默地祷告 结果上帝就应答了他 提升了他 抬举了他 因为上帝想借着这样试炼 困苦 最终吸引他们 来到自己的面前 然后从而 让他们经历到神的安慰 那这种情况 在那种现实当中 岂不令我们沮丧和绝望呢 但是不论他们多么确信自己的盼望 却总不停止祷告 因为真正的盼望 是借着祷告反映出来 之前有一个基督徒说 我说我也为什么不祷告 我相信神能够给我成就 所以我不祷告 听起来好像很有信心 真正有信心的人是祷告的人 我信会成就人不祷告 那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信心 真正信心的人 是在持续的祷告当中 相信确信 祷告若不横切 就不会有任何结果 聊聊操操 像我们开头所说的 心机 不给应答 抬起屁股 甩门就走了 再不信住了 再不来了 什么信也白信 没有用 拜拜 咋个 第一遇见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了 最后总结的部分 祷告 真正的精髓是什么 核心的就是神的旨意 我们要克服我们里面肉体的欲望 不信 骄傲 学习顺服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是 抛弃我自己的旨意 不要限定神 规划神 吩咐神 支配神 操控神 而是顺服神 相信神的时间 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神的方法 等候神的时间 这个过程 我们自己就被改变 学习了忍耐 有了盼望 坚韧 让我们不被更新 即便是得不到应答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盼望 为什么 我们在祷告当中顺服神 虽然从果效和功利的角度 没有结果 但是这个本身是蒙生喜悦的 更何况上帝应许那些 真正在他的旨意里面 依靠他 盼望他的人 上帝绝对不会让他们羞愧 默想着最终的审判 将来有一天 上帝会按照他的法则来判断我们 我们如何正视 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呢 所以 我们要在特定的时间去祷告 因为我们软弱 需要这样的激励 因为我们懈怠 我们需要这样的刺激 需要这样的安慰 所以 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定下来 这样的时间去祷告吧 即便是一分钟 五分钟 不必太长 可能是没有时间太长 根据不同的情况 时间长短 回家自己早晨起来的时候 可能提前起来好好祷告 真的诚心去祷告 多反省自己的祷告 比起多报告求神给 这个求神给那个 多反省自己的祷告 那些总是求自己自身之外的 别的好处的那些人 为什么祷告自己没有改变呢 关键原因就是 他们从来不为自己本身祷告 为自己的悔改 为自己的成长 为自己的顺服 破碎祷告 只是求自己自外的 这个事那个事 一些事物处理的单子丢给神 祷告得到的应答 他自己没有变化 所以祷告方向如果错了的话 效果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避免那种支配神 强腰神的那种祷告 但是学习在祷告当中顺服 这样的话 上帝得到满足 他得到喜悦 他的执意得以成就 也尊荣神 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被神更新 蒙神愿呢 甚至可能也得到神的应答 即便今世得不到应答 最终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亲自安慰 称赞我们 好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思诚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